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忠义大哥的回忆 泛黄的图像是说不完的故事 服务所的同仁 昵称他为王老师 因为走过北海岸五个服务所 王老师热爱工作也融入地方 超过四十年的资历 让工作和生活和兴趣融为一体 好 祝你担心 谢谢 谢谢 祝你永远青春又美丽 快乐笑嘻嘻 一个广告 起我闻这次 你有得帮你走出去 不说你可能不知道 像王老师这样 在台电满三十五年以上的 九任员工 共有八千多人 占了台电员工的将近三分之一 工作的经验 人生的淬炼 如果要问 谁是台电的中流砥柱 九任员工是不遑多让 在做这份工作 这种服务性的工作 你要做到让人家感动 这是蛮难的 秘书处杨复作 在公司的重要场合 你一定见过他 优雅的身段 在一群西装壁挺中 让人难以忽略 但更让我们印象深刻的 是总务工作 藏有许多细节 小小的动作 她总在事前练习好几次 就为了做到完美 即便已经是高阶的管理者 她也始终如一 我的工作是我的一幅作品 我都把它想象成 它是一幅画 那这个画要做到 尽可能的完美 每个空白的地方 也要把它填起来 大概这就是我的一个 在工作上太多一个想法 简单的几句话 倒进了三四十年来 工作的心路历程 台电公司在民国 50到70年代的碧露蓝绿 他们用人生中的 精华岁月来见证 一路走来 为公司累积的点点滴滴 就在每天 我们打开灯亮的瞬间 发亮 走进我们的台电 好的生活就会出现 生命中的每天 爱的温暖处处浮现 走进台湾的台电 关心与爱就会永远 关心与爱就会永远 你我幸福的关联 就在此刻出现 就在此刻出现 台湾的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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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台湾的台电 oh oh 我们的台电 我们成绩耀眼 永远领线 时时刻刻走在最前面 Zither Harp